创世基金会华联分会第四年举办了公益绘画比赛 今年是以我的家为主题 让孩子透过绘图可以感受家庭幸福 也增进妻子关系 同时也呼吁社团企业可以发挥爱心 用行动来支持共同关心植物人家庭 创世基金会华联分会第四年举办公益绘画比赛 今年是以我的家为主题 让孩子透过绘画感受家庭幸福 也可以增进妻子关系 同时也呼吁社团企业可以发挥爱心 用行动来支持植物人家庭 那我们今年设定我们的主题是我的家 设定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也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主题 让小朋友能感受自己家庭的幸福 透过绘画的方式表达出来 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增进妻子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也是希望 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参与过程当中 能够知道社会上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 是需要被关注的 那这群家庭可能当家里面有一个人 因为疾病或者是意外倒下的时候 不管是经济上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照顾上的一些重担 可能都会拖垮这个家庭 那这个家庭也从此不再幸福圆满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小朋友也能够学习 关怀别人关怀身边的人 也学习守心向下 能够帮助这群需要被帮助的一个 弱势族人家庭 我的家公益亲子绘画比赛分为幼儿园主 国小低中高年级主 收建日期到4月28号 将由专业评审选出优秀画作 得奖作品会在花莲市客家文化馆公开展出 也欢迎各级学校学生踊跃参加 或者是小儿捐款来支持植物人的服务 这里会幻视报导